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作业的作答题 前冲题啊等等的 OK 什么和什么是地窍中含量最多 最丰富的元素 那个顺序啊 8个元素呢 你要备好那个顺序 养规律铁盖纳加美 OK 养规律铁盖纳加美 当然其实也很少考完8个 很多时候只是考前面4个 如果你系前面4个 其实蛮够用的 OK Anyway 我还是鼓励大家 被我们前面码个养规律 所以这边是养合律 养合律 为什么铝跟铁也要系呢 因为它有时候很衰的 它就问的不是最丰富的元素 它加到两个字金属元素 你就要用铝和铁了 对吗 明白吗 所以看它出题啊 看清楚有没有金属元素啊 金属元素跟是铝和铁 OK 再来什么是自然界中最硬的矿物 应该是金刚石了 最硬矿物金刚石 最软的矿物是石墨 就是那个滑石 好像就是石墨了 所以这个硬度排最后的那个呢 其实就是石墨 它们的性质差很远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但是它们的成分其实都一样是碳 原因是因为它的排列不同 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做铜素异形体 同样元素 但是它不同形态 一个是最硬的矿物 一个是最软的矿物 很特别 很像很繁衣这样子 再来第三题工业上呢 我们常用冶炼金属 金属氧化物所用的 化还原剂是这个碳 这也有一部分的同学又用了氢 然后呢就问我 也好像有一位同学失信了 为什么这题 为什么这题不可以用氢 主要呢是工业上这三个字 因为工业上来讲呢 因为氢其实我们 第一它比较不活泼嘛 它大概位置呢是在新价面 所以碳能够做的 氢会不会能够做的 但是氢能够做的碳一定可以 所以而且碳也比较便宜 所以整个在原 那个什么呢 在成本上来看 它其实也会比较便宜 等等的 OK 好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 四个一题我们来看一下 矿物是不透明的固体 是吗 一定不透明吗 玛瑙是不透明的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透明的 对吗 有什么水晶 有什么 所以它透明不透明 其实不是重点吗 所以这个就不能讲吧 因为它有些透明 有些不透明 不管什么岩石都含有一种或几种矿物 好像对 这个好像对 至少它会有一种 然后呢 它可能会有几种 几种矿物在里面 矿物的外表的颜色和它调衡颜色 一定一样 其实不不一定一样的吧 所以有一些它外表 外表看起来蓝色 但是画出来黑色 所以为什么调衡和外表颜色呢 是分成两个category 两个其实会不一样的 黄铁矿呢 是有像玻璃那样的光泽 我们的光泽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金属光泽 另外一个叫非金属光泽 非金属光泽 我们去把它称为玻璃光泽 如果是黄 黄铁矿呢 因为它是金属类啊 所以它形成的光泽是属于 我们叫金属光泽的 那差别在哪里啊 我我我尝试的解释呢 就是说一个是金属光泽 它是不透明嘛 对不透明 然后呢 它在表面进行反射 但是呢 这个玻璃呢 它因为它是本身是透明的关系 所以它其实是折射过后呢 可能是在里面进行一个全反射 形成的一个光泽 所以那个光泽是不同的 一个是进行反射 一个是进行全反射 它折射加全反射这样子啊 所以我又不懂要解释 但是它的差别就有不一样 这样子了 我们用的铅笔芯是用石墨做的 这一回大家都做对了 石墨做的是正确的 alright 硅 硅是无基 无基非金属材料的主角 硅的氧化物 硅酸盐含有 占了低壳的质量的90% 二氧化硅是玻璃的成分之一 以二氧化硅跟氢氧化纳溶液的反应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最多人答的 SiO2加两个NaOH 得到Na2SiO3加上H2O 应该是正确的了 你调转顺序应该也行 但是SiO3是2加的 所以呢Na后面应该要有2 这个就错在Na没有写到2了 Na没有写到2 NaOH怎么会有NaOH2呢 所以你前面的话 这样就搞错了 NaOH是一个了 然后呢用等号 这个应该是上网找那个中国的版本 中国他们是用等号 我们马来西亚是用箭头 所以呢请你用箭头 箭头在哪里 你可以朝这边 OK上面给完你那个符号了 一定要用 这个两个NaOH吃掉了 要小心 打字打好来 然后Na2SiO3 什么那个数字全部变大的 记得要用会小的 OK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配对题 这一题我看一下 好像是有图吧 对这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石灰石是CaCO3 它高温加热 它会放出二氧化碳 所以气体A呢应该是二氧化碳 然后呢这个固体B呢应该是CaO OK 然后呢气体A来讲呢 它通入石灰水 这个CCO2通入石灰水 石灰水本身呢就是CaOH2 OK 然后呢进行这个操作A 通入石灰水 它会形成CaCO3还有水 那CaCO3要从水那边弄出来呢 应该是要进行过滤 所以这个操作A应该是过滤的 OK操作A应该是过滤 然后呢这个固体呢应该是CaCO3 碳酸钙 然后呢这个滤液呢 这个至于这个滤液嘛 你可以讲说有水 但是我相信因为它石灰水应该是过滤的 所以它滤液呢应该是氢氧化钙滤液 OK 所以气体A应该是二氧化碳 固体B应该是氧化钙 固体C应该是碳酸钙 固体D应该是氢氧化钙 所以气体A二氧化碳 固体B氧化钙 固体C碳酸钙 固体D是氢氧化钙 OK 这样子 高温断烧 石灰石CaO 对不对 CaCO3 高温 那个高温加热就不用了 不过 你们如果考试的时候呢 你要在箭头上面写高温的 要写高温 得到CaO加CO2 气体要放箭头向上 所以这气味是正确的 这个没有写到箭头向上 非常可惜 虽然有一些老师呢 就讲说 哎呀 这个箭头向上啊 可以不写 因为不在评分 评分的那个标准 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如果是课程 整个课程其实是有教大家怎么去看的 后面要 气体要不要加箭头 有时候要加有时候不要加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前面有没有气体吧 对不对 因为CaCO3是固体的 你前面没有气体 后面有数件气体 它就要放箭头向上了 给 所以这个要注意 O2不是O2 而是CO2 然后还有什么错呢 这个是 CaO 这个非常可惜 你要O变小写了 插O去了 大写小写重要吗 重要啊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化学那边 应该小写的 你变大写 大写的变小写的 这些都是对的 这个是树木没有变小的 要变小呢 上面这边可以超 然后 CaOH2 加CO2 这个是另外一个反应了吧 这个你搞错了吧 不是断烧 断烧 实物与实的反应了 这个写错了 OK 断烧完成后 取固体B 在四管中加入一定的水 就会变成无色粉态 这个固体B还记得是什么吗 CaO啊 氧化氧化钙 它加铁 加水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CaOH2 所以它就会是碱性的 所以这个无色粉态会变红了 会变红 然后 操作A是什么 操作A是过滤吗 有没有人忘记了 加热分解 都不对了 这个这一招很简单 把固体业绩分开 叫过滤 然后叫过滤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图了 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什么呢 加热可以受热 可以分解放出二氧化碳 A应该是CaO B应该是CaO3 B应该是CaOH2 B应该是CaOH2 这样氧化钙 CaO是氧化钙吗 只是把它这个配对起来 英文化学符号跟那个 华文名给配对起来就行了 所以A是CaO氧化钙 B是CaOH2氧氧化钙 然后呢 C是CaO3碳酸钙 然后特别要提一下的是 这个碳酸钙 它再加二氧化碳 再加水 它可以变成碳酸氢钙 真的是比较特殊 已经不在我们课程内了了 不过呢 它也放在 它放在这个作业这一边 所以我们也顺便的懂一下就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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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